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传号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小涨了12点 刷盘指数10806点 涨幅0.12% 当然再创27年来的新高 不过成交金额1269.65亿元 稍微增加一点点 不过OTC市场上涨了0.81点 涨幅0.56% 成交金额是437.20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众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 哈喽维泰 早 过去早 大家早安 众英财富 是你自己成立的吗 对 我自己的公司 OK 好 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你 谢谢大家支持 这个台北股市 从10月中下旬以来 那么其实已经整理了 两个多礼拜了 就在10700点到现在 10850点这附近这样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那么当然现在是属于偏高的整理 屡次看到好像有败向 比如上个礼拜五 长黑K让大家很紧张 对不对 又爆量 可是很快的它就会上涨 然后来化解 昨天其实开高走低 有一点点的败向 可是问题是它就一直 讲不停 怎么来看待 我应该这样讲 因为现在如果把台北股市 分成三大区块 电子 传产跟金融 来去做看待的话 其实电子股普遍来讲 是算中高位阶 甚至有很多都是属于高档 之后已经做过拉回 那还有传产跟金融 这边其实有很多的个股 都还没有涨到 那传产股的部分 我记得我们上礼拜有提到了 像饰品股的部分 其实已经有在慢慢的慢慢的加温 那其他的还有很多的传产族群 甚至包括像纺织 或者之前已经回答过的这个造纸 然后钢铁 这些都是其实以往都是在第四季 会有机会去进行表态的一个旺季的 但还没有开始 对 那当然金融股这边也是有啦 金融股有很多的这个金控股都在低档 所以以目前来讲 在整个指数的部分 电子股就算它有可能转弱 那么传产还有金融股的部分 他们是有机会去做一个接棒 或者是再去做一个成盘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指数的部分 我个人认为这边应该就是在高档区 做一个横盘的一个整理 那么只要10月11号 这个高档区是在什么样的范围 就是10月11号上次的那一个 路美基础的话 就是上次爆出一千 一千四百亿的那一次的大量的低点 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我个人认为说 那是上上礼拜对不起 上上礼拜的那一个十月的那个爆量 一千四百多亿的那一次的一个低点 没有跌破之前 基本上我觉得多头还算可以掌控这个盘局 你是指10月27号 10月27号 爆的量 对不对 爆了 我觉得是一千四百七十四亿 那加息盘我快要到一千五百亿的那一次 对 然后它那一次的低点是在10701 对 所以只要10701这个低点没有跌破 它都还是属于强势整理 它算是短线上面的强弱分解 OK 10701 OK 请继续 好 那所以在现在的这个排面架构 我就会比较建议投资朋友 在现在这个电池出群的部分 尽量就是不要在过度的这个加码 或者增持手中的一个持骨 那可以试着去做一些换骨的动作 换到一些在相对这个低位节 或者是已经修正整理过的一些传承的族群 那我们看到在近起游家的部分 其实是一直往上在做一个缓步的一个攀升 所以我会比较就是重视的 就是说接下来 我关心就是说到接下来 包括像是塑化族群的一个部分 会不会有机会在这边去进行的接棒 毕竟塑化股在整个肋股来看 其实都还算是在相对低档跟低位节的情形 好 如果大盘是稳健 然后没有到那个多空分界点的10700 没有跌破之前 如果我们是用很正面来看待 你现在觉得说 先听起来你是不太会追电子了 对不对 我认为这边电子股 说实在话 我觉得这边 你有点追不下手 大部分对 大部分会觉得有点高 除了少部分 例如说我们在之前提到像华硕 这种其实在今年第三季 它在低档打底了一段时间 那最近因为每年到的年底 事实上是属于下游电子的传统的旺季 所以包括像是华硕 包括像是微星 还有像是Acer 宏基这一类的这个3C的这个下游的这些厂商 有可能会因为像是资讯月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例如说双11 这样所谓的一个消费性的一个活动 他们会增加他们的一个销售量 我觉得电子股大概会朝这方面去调 那华硕其实你可以看看 它去年的EPS大概是25块钱左右 那么现在的一个股价 也不过在刚刚突破250块钱到260块钱之间 它的本益比大概就是10倍附近 所以如果说现在要挑选电子股的话 像这种10倍附近 然后股价还没有正式发动 甚至外资出现由卖超 转为买超的这种个股 可能会比较适合 好 那我们就把它分类一下这样子 薇泰 电子有没有哪一些事 你就算不追 至少你手上有你都不担心的 长线来看 我要是维持先前的看法 就是电子股的部分 我会长线来去做一个追踪 它我现在不追的确 但是它如果拉回 我个人认为说 它其实是可以留意它的一个低阶的买点 包括像是前波的这个指标股 像加百育 实际上这两天有做指叠 那还有像是顺达 那例如说还有像是一些 有转机的 像是统振 或者是这个美奇 这一类的这个公司 我认为其实这个族群 我会持续来去做一个 跟电磁都是有关的 对 电磁族群 那除了电磁族群之外 电子股的部分 这一波如果说还有在做拉回的话 我个人认为还是太阳能 太阳能其实现在 我个人认为在 不管是在国际市场 或者是说在国内市场 其实他们都已经经历过 一个波段的一个整理 那甚至国内还传出了整病 当然整病之后 这个中效不会马上的一个看出来 但是我认为这种对于 过去供给大于需求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彼此消价竞争的情况 可能会有机会去做一个这个减弱 所以我觉得太阳能的一个产业 应该是面临到有机会出现 骨抵翻扬的一个机会 那当然我最近也拜访一些公司 他们是在做太阳能这个所谓的中下游 甚至有跟电厂游相关的一个公司 他们很直白的跟我讲说 虽然说这个太阳能发电的一个补贴 有在呈现下滑 这是逐年在座的一个调降 但是呢板子板材的那些的一个报价 下滑的速度更快 对啊 其实太阳能的成本真的降低的速度是非常快 对 所以其实你不能够说 这个报价在下跌你就看坏它 事实上报价只是他们在做生意当中的一环 对啊 报价成本下滑 搞不好利润是拉开的 所以搞不好它的这个 maybe我在预估可能在明年上半年 就可能看到太阳能产业 就是有个股会大幅度的出现油亏转移 所以我觉得太阳能产业 可能最快时间已经过去 那如果在接下来 我们看到就是油价在持续往上 做一个中高来到65 甚至超过65的话 那我认为这些替代能源的这个题材 又会再一次的被发酵 所以我觉得太阳能族群 也是另外一个电子族群当中 我会去做观察的一个类骨 可是太阳能它的上中下游 我们因为我们很全嘛 所以通通都有 你会特别挑哪一类呢 最上游跟最下游 中间这一段 大家就看看就好了 对因为中间这段事实上 还是竞争只是很多啦 那上游的晶元 还有下游的这个电厂 跟电厂有相关的公司 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留意啦 所以你说包括像是浴巾 或者是这个 如果没记错 像新日光或这一类的 我觉得他们有在接触到电厂的可能 第一方面 它有可能会接到 类似这个政府的一个补贴 那第二方面就是说 他们所生产的那个板材 有地方去做消化 就不会形成库存 就这个最上游的跟最下游的 两端的 我觉得可以用线来去做观察 好 那在传产跟金融的部分 你的布局方式会是如何 现在你还觉得可以布局吗 对不对 金融股我想要再等等 跟上个礼拜一样 我觉得如果说它有再跌 我会更好啦 那现在买有点卡在中间 就是要甜不甜的位置 不够甜 那传产股的部分 我会看一下生计 那上次有提到 我们在讲说那个衣财股 我衣财股还是可以持续做留意 甚至很多法人的报告 也针对于财股去做出 看多的一个这个意见 这个部分 他们其实相对来讲 还是在比较低的区域范围之位 对不对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 众因财富分析师陈伟泰 觉得比较需要并微信喔 产品 为情深深叙 可以 算出一点